柑橘清新調的綠色香水 讓你在高溫炎熱的流汗季節 依然保持清新的精靈氣息 Hello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今天我要介紹給大家 是比較屬於中性夏天 大家用了會覺得很清爽的夏季香水 JOMALONE LANDON 清零蘿勒與柑橘香水 那你們知道什麼樣的香水 會被定義成夏天一定要用 以及就是很清爽 就是屬於比較柑橘香調的味道 那JOMALONE的這一瓶是他們歷久不衰 而且每年夏天一定會很多人要買的香水 而且它也非常的中性 那為什麼大家會買呢 因為它真的非常的清新 像柑橘調的香水 大部分都是有用到一些柑橘啊 檸檬啊 佛手乾 因為根據就是芳療的效果 這些味道呢 會讓人家感覺到很清新 而且就是非常的愉悅 那這一瓶香水為什麼會歷久不衰 因為JOMALONE LANDON都會把它這個味道噴在 如果你是那種會買JOMALONE香水的人 那你會收到這樣的包裝 像他們的包裝紙一定都會被噴上這個味道 那我自己覺得這個味道啊 就是那種很清新很舒爽 就是如果你的心情非常的沉悶 很憂鬱 你一聞到這個味道 你就會立刻的振奮起來 那他們的味道呢 通常都是用冷壓萃取的方式把它提煉出來 因為用冷壓的方式 它的味道會比較就是留得住 那你看一下我覺得整空間都是那種很清新調 好像很振奮 我覺得我好像立刻清醒 可以去做很多事情 然後都不會累 所以這是柑橘雕的香水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 所以夏天如果你真的覺得被太陽曬得很低迷不振 真的很適合使用這種振奮人心的香水 Aqua Di Prama 加州桂淡香水 像我在蒐集夏天使用的柑橘雕香水 我就發現有很多義大利的品牌都有用這個靈感 因為大家都知道嘛 義大利就是感覺好像很度假 而且義大利的這些柑橘雕的這些水果也滿有名的 那這一瓶呢 其實是Aqua Di Prama 地中海系列 他們推出的一個加州桂的香水 而且今年夏天 它也跟同樣是義大利品牌的Forty Forty聯名 Forty Forty其實就是一個手工限量的襯衫的品牌 那因為是聯名 所以它的那個瓶身就很特別 大家看一下 它的聯名的瓶身呢 就是用水藍色 再加上深藍色 就是超有海洋度假的Fu 然後呢 它上面的瓶身上面有一些蝴蝶呀 蜻蜓就是也很熱帶很夏天 那大家會覺得說 欸 那這個是要幹嘛 其實因為它跟Forty Forty聯名 所以它就是設計了一個這個編織帶 其實很適合你在夏天的時候把它當成 手鍊呀 或者是腳環呀 或者是鑰匙圈 其實你看這種顏色的搭配 跟這種編織的方法 就非常非常的夏天 那這瓶香水呢 它裡面就是用到了蘿勒啊 檸檬 就是我剛剛說那種比較柑橘調的香水 還用桃精涼的一個香味 所以呢 讓它就是非常非常的清新 所以它的味道就是 比起一些純柑橘調的味道之外 它還有一點穩重感 以及清新感 那我同事覺得啦 一噴上這個味道 它覺得它好像走到那種 歐洲的高級的意大利的那種 度假飯店的拉比那種很度假的氛圍 覺得很慵懶 很舒服 覺得應該要去度假了 接下來啊 也是來自於義大利的品牌 就是LO 因為它的那個品牌名稱是義大利文 我真的念不太出來 品牌的意思 其實是嗅覺實驗室的意思 那他們的創辦人 其實是一對夫妻 因為他們本來是一個香水代理商 但是他們覺得 市面上太多這種商業型的香水 他們想要 也就是以嗅覺為主 以香料為主的一個香水的品牌 所以他們就創立了這個牌子 然後這個牌子 其實它都是找 全世界很厲害的調香大師 來幫他們調香 那他們走的是一個 義大利的文青峰 所以你看它的瓶身 其實設計都非常的簡單 那這個系列呢 其實他們是義大利郵寄 他們請到了就是愛馬仕 前愛馬仕的調香師 非常非常的有名 幫他們調配了這一個 義大利的郵寄 那最受歡迎的呢 就是這個甘之旅 它裡面其實用到的是 來自義大利的一個 卡拉布里亞的一個香檸檬 香檸檬它這個味道 其實跟一般的檸檬比較不一樣 因為它裡面呢 還有融合一些花跟葉子的味道 那這瓶香水之水也受到歡迎啊 是因為 它裡面呢 除了這種柑橘調的味道之外啊 它裡面呢 香檸檬它裡面還有一種淡淡的茶香 就是滿特別的 就是除了那種很清新調之外 它還有就是耐人尋味的一種茶的香味 所以滿多人會喜歡的 那像這種柑橘調的香水 因為它通常都比較不持久 因為柑橘調呢 大部分的香水會把它當成淺調 比較不持久 所以這種香調的味道 大部分的調香師會把 會再用一些色香啊 木質調來當作它的後味 那這瓶香水它的後味呢 就是用白色香 所以會讓人家感覺到很舒服很乾淨的一個 清新調的味道 Town4地中海系列暖洋橙花 那這一瓶呢是Town4 它也有一個地中海系列 那它就是你看整看一下瓶身 它就是那種藍色 就是很像海洋在小島的藍色 那它這個地中海系列的暖洋橙花 也是它們夏天非常受歡迎的系列 那我自己也很喜歡這瓶香水 因為它裡面呢是以橙花為主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橙花的味道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很喜歡橙花的味道 因為橙花就是 聞起來就是很乾淨 雖然有人會形容它好像是那種 洗衣粉的味道 可是它就是那種很乾淨 好像你夏天在傍晚洗完澡 穿著白色的襯衫散步那種感覺很舒服 那除了柑橘調 它裡面除了用到一些意大利的柑橘啊 西西檸檬啊柑橘之外呢 還有就是用到了薰衣草 夏天除了柑橘調的香水很適合夏天之外 有一些綠色調的香水也很適合夏天 那什麼是綠色調的香水 綠色調的香水就是使用到 植物的精跟葉的那種味道 那薰衣草就會讓人家會有一些舒緩啊 很舒服的味道 所以這個暖洋橙花真的也是非常適合 夏天讓你有乾淨很振奮的感覺 Dipty感官之水 如果啊你也喜歡那種我剛剛說的橙花的味道 那Dipty的這一個感官之水 它也是以橙花為主 它裡面它的味道跟剛剛Tom Ford 其實我覺得有點異曲同工之妙 但是細細聞還是不太一樣 因為它裡面加了橙花還有就是苦橙 那其實這兩個味道加起來我覺得其實還蠻舒服的 那比較清淡魔幻感一點 還有加了一些廣闊香跟當歸 所以我覺得聞起來也是那種很清爽的味道 那其實我剛剛有說到嘛 很多夏天的香水除了柑橘調之外 還有就是綠色調 綠色調像苦橙葉也是一個綠色調的香水 蠻常使用的一個香材 那如果你在夏天要使用香水啊 其實我建議你如果你要補擦的時候 你千萬不要覺得說 啊我覺得我下味道沒有乾 就直接用噴的 其實你最好就是把你的汗水擦掉 然後再輕輕的補噴這種比較清新調的香水 才不會讓這個味道融合你的汗味 會有點讓人家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很很特殊的味道 夏天的補香一定要特別記住 要把汗水擦掉再補香 Aesop Alemia香水 Aesop其實它在去年啊 推出了一個虛實之境系列的香水 那這個Aesop Alemia 其實是屬於它比較 屬於夏天跟綠藝草本調的一個味道 那這個味道其實跟我剛剛介紹的那些柑橘調 你會噴起來你會感覺比較不太一樣 因為柑橘調的味道你一噴 你就可以聞到很多那種 很像那種橘子皮啊很清新感 可是這一瓶不會 因為這一瓶是比較屬於草本 那另外呢 因為它還加了很多鴛尾花跟廣闊香 所以這一瓶綠色草本的味道 的香水 你聞起來會比較沉穩 比較安靜 或者是你會覺得 它好像是比較乾燥的木質調的味道 那其實它是屬於比較清新的草本調 那另外呢 等到後味你還可以聞到一點點 柑橘啊 野花這種比較難以形容的味道 我覺得這個是感覺啦 這一瓶聞起來比較有一點神秘的氣息 跟一般前面我介紹那種比較柑橘調 比較清塊 你一聞你就知道它是什麼的味道比較不一樣 是屬於比較是那種香水高階段的人會喜歡的一個 比較屬於夏季的一個草本的味道 歐蘇丹薄荷馬鞭草淡香水 那大家應該都知道 歐蘇丹每年夏季都會推出馬鞭草的一個系列 馬鞭草就是那種草本味很舒服很舒服的味道 那歐蘇丹的馬鞭草啊 其實是利用永續 而且百分之百有機的一個栽種 所以它的馬鞭草非常符合的一個永續的概念 那這瓶香水還融合了一個薄荷的味道 所以我覺得夏天了 夏天其實你光看它的瓶身 你們會覺得像什麼 就像是那種冰塊 從冰箱拿出來那種霧的冰塊的感覺 那這個味道啊 其實我覺得就是男女通吃老少通吃 就是一噴下來就是那種很清涼 好像在喝那種檸檬汁 薄荷檸檬汁的那種味道 就是噴起來就是整個人會覺得 非常非常的清爽自然 所以也很適合夏天來使用 Sabon慶寧墨西多香水 最後一個啊是Sabon 它今年夏天推出限量 就是它以Mojito為靈感 推出了一系列的產品 像是有很多什麼身體乳啊 去角質霜啊 它裡面也有一瓶香水 那這瓶香水呢 其實也是融合了像是 檸檬 薄荷 蘋果跟澀香組成 我覺得我噴起來啊 會覺得它有點淡淡的甜杏仁的味道 其實它是加了一個蘋果 那我覺得這瓶最特別呢 是它裡面還加了一個 水薄荷的直萃這個成分 所以你一噴上去 你的手會覺得很冰涼 有點瞬間降膚溫的感覺 這是一瓶就是可以幫你降膚溫 同時感覺到就是那種很清涼 很舒服味道的一個夏天香水 以上就是我介紹屬於夏天的 柑橘調跟綠色調的香水 如果你還有什麼其他 彩妝保養頭髮的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我們下個禮拜五再見 拜拜 拜拜 拜拜